这是七两母蟹跟七两宫蟹 抓起活力十足的大闸蟹 养殖业者陈先生开心地说 大闸蟹以重量计价越重越值钱 要达到七两重并不多见 超过12年的养殖经验 并非每年都有收获 也有一年是养了全部小蟹 上来一堆小蟹 卖不出去 养它们一点有问题 水草状态少一个问题 天气一个问题 免得免得状况都不一样 很难摸索 来到展授现场 吸引涛客的最大诱因之一 就是能亲眼看到大水桶内 体型大而且活蹦乱跳的大闸蟹 而香味浓郁的蟹膏 和饱满鲜甜的蟹肉 以及天然无毒的养殖方式 也吸引老顾客呼朋饮伴一起享用 膏很浓很香 然后肉质很嫩 因为这个朋友他每年来 然后他第一次带我们来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 清澈的水塘内 茂密的水草清晰可见 时不时还能发现泰国霞现身 养殖业者陈先生 他感慨多位亲人 因为适用农药而失去宝贵生命 12年前从种植有机稻米 转型养大闸蟹 坚持用自然无毒方式养殖 有好几年血本无归 直到近几年来摸索出 以泰国虾和大闸蟹混养的方式 帮助净化水池才增加收入 泰国虾会把池子里面的东西 把你清理得很干净 也是算是工作虾 因为大闸蟹没吃完的东西 泰国虾会把它吃完 池子越干净 大闸蟹越没问题 业者也利用池底的涌泉调节水温 和种植大量的水草帮虾 大闸蟹躲避敌人 营造大闸蟹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水草会需要蛋领奖 大闸蟹吃的食物 如果没有吃完 腐败一些蛋都被水草吸收 就是一个循环 很多韬客喜欢台湾养殖的大闸蟹 不过大闸蟹对水质 气温和环境的要求都很严苛 进口的大闸蟹也冲击市场价格 让台湾养殖业备受挑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设置成 林秋霞台湾苗栗采访报道